我推荐的是青年演员张哲瀚 今年夏天我看了《烈火英雄》 他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戏没有那么多 可是他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性 张哲瀚在表演中比较朴实 同时又有激情 还能够体现他的心理的所想 内心活动 我看好他 虽然张哲瀚表演的精力有限 他演的电影也不多 我也看到了他在网剧和电视剧的表演 我觉得他的多样性的可能是存在的 所以推荐他 希望他继续努力 下苦功夫 琢磨人物 多看书 争取今后 做一个现儿的好演员